今天我们来学习以位小数乘整数的比算 不要把位与位对齐 在数值的最后尾把数字对齐 把2和9在右边对齐后写上 接下去用尺子这样划一条线 然后开始计算 9乘2等于18这个式子 其中的1小小的写在从右数第二格的右上角 在最右边的格子里写上8 9乘7加1等于64这个式子 先把刚才写上的小小的1用斜线划掉 在从右数第三格里写上6 再从右数第二格里写上4 接下去是1乘2等于2这个式子 再从右数第二格里写上2 1乘7等于7这个式子 在从右数第三格里写上7 接下来把刚才计算的数字加起来 最右边是8 从右数第二格是4加2等于6 写上6 从右数第三格是6加7等于13 其中的1写在从右数第四格上 3写在从右数第三格上 然后在计算结果上加上小数点 7.2是一位小数 19是整数 1加0等于1 答案就是一位小数 在6的右下角写上小数点 最后写上答案 这样笔算的计算就结束了 那么就让我们来练习一下 先按下停止键做一道练习题吧 做完了以后按下播放键 圈出正确答案吧 接下来我们来对一对答案吧 3.6乘27 答案是97.2 8.3乘以42 这里也像1一样解开 答案是348.6 两道题都答对了吗 最后让我们来复习一下 今天学习的内容 不要把位与位对齐 在数值的最后尾 把数字对齐 把2和1在右边对齐后写上 接下去用尺子这样划一条线 然后开始计算 2乘1等于2 把2写在从右数第一格上 4乘1等于4 把4写在从右数第二格上 2乘8等于16这个式字 其中的1小小的写在从右数第三格的右上角 再从右数第二格里写上6 4乘8加1等于33 先把刚才写上的小小的1用斜线滑掉 在从右数第四格上 在从右数第四格子里写上3 从右数第三格子里写上3 接下来把刚才计算的数字加起来 最右边是2 从右数第二格是4加6等于10 把其中的1小小的写在从右数第三格的右上角 在从右数第二格上写上0 从右数第三格上是3加1等于4 把1用小小的斜线滑掉 在上面写上4 从右数第四格上写上3 然后在计算结果上加上小数点 4.2是一位小数 81是整数 1加0等于1 答案就是一位小数 在0的右下角上写上小数点 最后写上答案 这样笔算的计算就结束了 我们的学习到此结束